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惨状暴 俄军缺武器拆BMP 一炮应急 士兵录影 公开预撤军 距离供应只差12小时 北京突撤荡冲热搜第一 余茂春惊暴 共军自认最大武器 全世界看了都会笑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7月5号 星期五 今天副频道是重磅内容 结尾会介绍今天副频道内容 欢迎您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得到真实的资讯 在乱世中自保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惨状暴 俄军缺武器拆BMP 腰炮应急 士兵录影 公开预撤军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超过28个月 原先号称可以闪电拿下基辅的俄罗斯 也已经从世界军力第二的神坛上跌落了下来 近期有许多网友分享前线俄军的影片 发现俄军已经只能使用十分简陋的量产型军事装备与乌克兰作战 受伤的士兵也不能撤退到后方进行治疗 甚至有俄罗斯士兵发布影片 指控普丁根本就是要他们去送死而已 推主Ossent分享一部影片指出 这可能是号称世界军力第二强的俄罗斯最新最绝望的场景 影片中 俄军的士兵使用一辆简陋的小型卡车 拉着一门从BMP-1步兵战车上拆解下来的 2A28 73毫米滑膛炮 在到达指定地点后 三名俄军士兵拉出该炮的支撑脚架 并钻进原先坦克控制火炮发射的空间内 朝着远方的乌克兰士兵进行射击 Ossent表示 他最一开始看到这段影片时 还以为是俄罗斯士兵在搞笑 但最后他发现 这就是现在前线俄军的惨状 推主川和Kurak也分享了一段 俄罗斯官媒采访前线俄军的影片 影片中 俄军驾驶着一辆简陋的军事越野车 引擎上方用钢条固定了一门机枪炮 后方的架子则放了六把步枪 川和Kurak表示 俄军这台车是正式量产的装备 并不是俄国工程师现场改装的车辆 认为俄罗斯目前已经疯狂的马克思化了 一位网友也分享了一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军的老照片 指出 现在的俄军与一百年前的俄军 简直快要没有区别了 真的是梦回一战 推主Nitita也分享了一段 由前线俄军拍摄的影片 影片中 一对俄军士兵兄弟 参加对沃夫昌斯克的进攻行动 但在该次行动中受伤 其中一位俄军士兵表示 他们对沃夫昌斯克的进攻行动 并没有成功 同袍们不是受伤 阵亡就是逃跑了 他们兄弟俩 为了能对自己的伤势进行急救 于是躲入森林之中 但却接到上司明日再度进攻的命令 该名俄军士兵表示 他们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体力 可以继续进行作战 于是录制该部影片 公开向普丁以及俄罗斯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呼吁 不要将这些受伤或是疲惫不堪的士兵 再送往前线作战 这只是为了送我们去死而已 不少网友表示 这些为虎作伤 协助普丁侵略乌克兰的士兵们 最终会落得如此下场 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拍影片诉苦不可能会有用 只有自己调转枪口进行反抗 才能找到活命的道路 甚至有网友讽刺地问 这些炮灰们怎么突然把自己当人了 一位网友也直接指出 普丁侵略乌克兰使用的战略 就是用人头强攻换土地 这些士兵的性命 对普丁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而且在俄罗斯这种独裁国家 公开请愿这种手段 完全不可能发挥任何效果 距离供应只差12小时 北京突撤荡冲热搜第一 进入7月学生暑期 中国各地电影院推出海关战线 《墨杀》 《野孩子》和《抓娃娃》 四不适合学生观看的电影 其中 已处在困境中的流浪儿童 以偷窃为题材的影片 《野孩子片方》7月3日晚间 突然发表停止供应声明 由于后期进度原因 电影《野孩子》将取消 7月10日的供应安排 我们向各营馆院线的同仁 及所有观众朋友们 致以最诚挚的歉意等 上述消息一度登上热搜榜首 并引发热议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对此 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袁洪斌说 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 最高领导人认为 也骗带有负能量 未突出主旋律 我们得到的信息 是蔡奇现在主管宣传的 政治局常委 是她提出 该电影不符合主旋律 不符合现在要鼓励 青年人和少年人 应该蓬勃向上的主旋律 还会误导人们对 现在中国的现实 产生消极心理 所以停止播映 由王俊凯 邓家贵 陈永胜等人主演的野孩子 取材自流浪兄弟真实事件 聚焦社会困境儿童群体 讲述了一段小偷哥哥 和孤儿弟弟的流浪路 一场温暖的守护与救赎 关注大陆青少年生活环境的 台湾学者曾建源认为 该片呈现中国社会底层 青少年的真实状态 唤起人们对他们的关心 符合多数人的意志 在一个公民社会中 这是非常需要的 不少网民感叹 好好的一部电影 为何无缘无故地突然停演 还有人留言 也片拍得很婉转 多年前在广州 深圳 见过街头流浪的人 影视作品稍微撕开 社会底层生存状态 上面就不舒服了 余茂春惊爆 共军自认最大武器 全世界看了都会笑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中共国中心主任余茂春 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 于台北接受专访 录制自由亚洲电台 亚洲很想聊节目时指出 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美国对中共的打击 是毁灭性的 余茂春还指出 台湾也有摧毁中共的能力 他曾以美国海军官校教授的名义 加入美国的高级军事代表团 参访中共国解放军 看到内部除了展示军事设施 还有学习共产主义理论 先锋模范的纪念馆 一位权力很大的政委透露 中共军队自认其最大武器 是对中国共产党 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对忠诚 在该节目中余茂春说 中共国军队里也是很腐败的 很多军队的系统 吹嘘自己的作战能力 报公了 这跟大跃进时候的亩产万金 这些虚假的数字 没有任何两样 他政权的性质就决定这样子 余茂春分析 中共个军种虚报预算发展武器 把很多东西说得很悬 实际中共国发展的很多武器 跟现代战争没有直接联系 砸大钱却无用 现代战争需要力量投射的问题 他这方面做得很差 航空母舰就两三艘 没什么远航能力 远比不上美国 全球作战意识也很弱 余茂春提到 因军民融合 很多贪污腐化成分 江泽民时期就想把军队和经商分开 但分不开的 现在倒台的 除了高级军官 装备部 发展尖端武器的工程师 都跟民间有很大联系 构成他虚假的作战能力 不过余茂春说 中方在长城打击力量 新作战领域的发展 像太空 电子战 则有长足进步 但和美国还差得很远 只不过 中共喜欢吹嘘 一点东西 就吹得天花乱坠 余茂春说 中共当然有侵犯摧毁台湾的能力 但台湾也有摧毁 中共国大陆的能力 中共若用远程打击能力 对台湾的军事设施 社会人文中心 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但同时 这个政权也就完蛋了 余茂春认为 中共国的威胁 经常是一种造势 过去 中共国对韩国地区 导弹防御部署的施压 比现在对台湾压力更大 韩国政府没有被吓倒 他就转移目标 然后跟日本闹不合 日本也顶住了 他现在去欺负菲律宾 完了之后 就去欺负印度 中共就是欺软怕硬 今天副频道内容是 昨天看到群内消息 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 非国发声按同等程度武力反击中共 轮班主席国奥班求大了 欧盟理事会主席 为授权代表余额谈判 网甩棒起义 川人碾压拆迁队七王十四上 广州强拆也报抗议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副频道 您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 有副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副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的订阅链接 阿波罗网是独立媒体 没有政府和机构资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励 都温暖并激励着我们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